本段影片的主題為 不同緯度的太陽式軌跡 主講者為南湖高中地球科學老師吳昌仁 本段影片的學習重點為 利用我們之前所找出來的太陽式軌跡規律 推測出不同緯度的太陽式軌跡 並且看看不同緯度的太陽式軌跡的觀測證據 我們現在就以北緯45度來做練習 剛才有提到 太陽式軌跡倒下來的角度 其實就是當地緯度 所以我們一樣畫一條通過頭頂的參考線 然後往南方傾倒45度 接下來再從正東方畫到這條線與灰色的交線 一直到正西方 這就是北緯45度的地方 看到的春分與秋分的太陽式軌跡線 為什麼我們要先畫 在北緯45度的太陽式軌跡 然後畫出下至的太陽式軌跡 同樣的可以往南邊 畫出東至的太陽式軌跡 接下來我們把這些參考的線 全部都去掉 這就是北緯45度的太陽式軌跡 可以很明顯看到 在北緯45度的太陽式軌跡裡面 夏至的太陽式軌跡長度 比冬至的長很多很多 比我們剛才在北緯23.5度看到的差異還要大 也就是說在比較高維度的地方 他們夏天的白天長度 會比冬天的白天的長度長很多 接下來我們就嘗試看看 如果你到赤道去 你會看到怎麼樣的太陽式軌跡 現在你可以稍微想一下 在赤道地方看到的太陽式軌跡 會長什麼樣子 我們現在帶著各位再來畫一遍 首先畫一條通過頭頂的參考線 因為現在是在赤道 維度是零度 所以它沒有導向南邊 它直接就是往頭頂的這條線 然後從正東方到正西方 畫出一個軌跡 這個就是在赤道 你看到的春分或秋分的太陽式軌跡 同樣的往北邊 就可以畫出夏至的太陽式軌跡 往南邊就可以畫出東至的太陽式軌跡 這些就是在赤道地方看到的 太陽式軌跡的樣子 你可以很明顯看得出來 在夏至與冬至 它的白天時間是一樣長的 事實上如果我們把這張圖的下方也 完整的呈現出來的話 你會發現不管是冬至還是春秋分還是夏至 太陽式軌跡都剛好是一半的圓 也就是說你在赤道 每天白天的長度都會是一樣的 就會剛好是12小時 接下來我們跨過赤道來到南迴歸線 剛才我們在北迴歸線看到太陽式軌跡的時候 是導向南方的 所以應該很容易推測 我們如果到南迴歸線看到的太陽式軌跡 是會導向北方的 所以同樣的畫出一條導向北方23.5度的參考線 然後從正東方畫到正西方 這就是在南迴歸線看到的 春分與秋分的太陽式軌跡 同樣的你就可以按照剛才的原理 畫出夏至與冬至的太陽式軌跡 這時候你應該開始覺得很奇怪 因為在南迴歸線 夏至的太陽式軌跡長度 比冬至的太陽式軌跡長度還要短的很多 而且夏至中午太陽的陽角也比較低 所以其實你之前可能已經知道這件事 就是我們講的夏至那一天 其實是南半球的冬季 而我們講的冬至這一天是南半球的夏季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子完全相反的現象 明明我們給它的名字是夏至 可是他們卻是冬天 那是因為中文翻譯的問題 在外國夏至與冬至這兩天 他們的英文裡面並沒有夏天與冬天 這兩個的季節名稱 它的英文只有字典的意思 也就是說它的英文只是跟你講 這時候太陽到達了最北邊或者是最南邊 它並沒有提到季節或者是冷熱 而我們的中文翻譯成這樣子的時候 給它這樣的名稱之後 就可能會造成各位的誤解 講到這邊你可能會覺得說 那我們推論太陽四軌跡這些真的是正確的嗎 那我們就給各位來看一張照片 如果我們在南半球的夏季的時候 到南回歸線附近 對準它的日落連續拍攝的話 那我們應該會拍到太陽會從右上方 慢慢的往左下方移動 那這張照片就是我們前往澳洲中部 沙漠的地方 拍到的日落現象 很明顯看到它的角度 真的跟我們預測的是一樣的 從右上方往左下方移動 最後一個要舉例的極端例子就是北極圈 大家都知道北極圈的緯度是66.5度 所以我們先畫一條參考線 然後導向南方66.5度之後 畫出春秋分的太陽四軌跡 同樣的可以畫出夏至與冬至的太陽四軌跡 這時候你應該會發現一件事 在北極圈的夏至那一天 它的太陽四軌跡看起來 完全沒有到達地面以下 沒錯 這就是北極圈以內 也就是緯度比北極圈還高的地方 會出現的特殊現象 也就是沒有晚上 所以我們中文就稱它為永咒 永遠的白天 同樣的在冬至 你會看到太陽在怎麼樣都不會升到地平線之上 所以這時候就給它一個名稱 叫做永夜 本段影片的內容就講解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